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难得有看起来正常的作品推送给我 但读不读还是玩过才知道 暴力魔女 游戏开发商是上海辉煌网路 这款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热门 至少在目前中国平台上还是有点讨论度的 正式的公设是在去年10月 但评价上也非常两极 总结来说是因为营运企划拉垮 中国的营运是B站 但B站的股东又有腾讯 真的是雪上加霜的节奏啊 似乎再好的游戏来个神鬼策划家代理 还是能把一手黄金炼成死 而台湾代理是艾瑞尔 真的是到哪都有他 游戏核心的玩法是STG射击 并且包含了抽卡养成要素 因为我以前都玩PC主机类为主 是第一次碰这类的手游版 游戏主打音乐跟美术 确实这点我觉得还行 音乐听起来不错 也至少不是廉价换皮 至于剧情的话就给他去吧 我个人是觉得挺糟糕的 关卡设计还算用心 同一种关卡在不同难度下 会有明显的改动设计 不是无脑的拉写填素质玩式 至于立会风格就看个人喜好了 我是还能接受 毕竟就当涉及游戏玩没想太多 不过商城礼包这方面 就真的有点烦人了 把开游戏就是满满的见面礼 好像不管哪种类型的游戏 都能无缝插入 也是因为这点才会让玩家觉得客金感太重吧 看看前阵子比照现实的GT7 不管你作品再精良 只要意图搞鬼 知相难看 就是等着被玩家喷 结论 开头可期 未来堪忧 抽卡部分确实有点小坑 我忘了我抽了几个实抽了 但SSR的截率真的不算太高 后来看TabTab的评价 确信不是我个人的感觉 并且随着近期的改版 养成系统也趋近客金化 毕竟还是包着客金外皮 逃不过变成卖数值占利的金钱交易 这游戏对我来说 优点就是财体力质 可以碎片式的游玩 不占用太多时间 算是给玩你放置类游戏的玩家的另一种选择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点不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